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 下一段 特别异常指数与异常形态 好 这里前面讲症状 是指的是中医与原始点 这里讲异常 就是完全是讲西医 那西医是跟原始点最大的不一样 一个是从阴治病 找出体伤跟热能不足来治 那他们不是 他们直接说哪里有问题 就直接处理哪里 那这个要主要要靠什么 仪器检查结果作为诊疗对象 所以两个体系是完全的不一样 一个是症状可感可见 患者本身就知道 那这个不是 它是一定要靠仪器来确定 你有没有生病 然后你生病应该怎么处理 然后这两个 就是从这里开始分了 所以我就蛮感慨 你看症状 我们本身人就可以自己感觉得到 也看得到 但你用了仪器作为主要诊疗对象的时候 你什么也没有了 你等于变成 我本来有能力判断 我自己有没有生病 我有没有衰老 现在不是了 要靠仪器 那仪器检查出来的 又由西医讲 他说全部都病 你完全没有判断能力 那就人家讲什么就算什么 而且讲的是对还是错 还不一定 所以这个就变得把很简单的医学 也就是经过西医这样来 把简单的医学变成怎么样 复杂化了 完全复杂化 而且你看喔 我问各位 比如说症的体力虚弱 它面无光泽 你影像看得到体力虚弱吗 你看得到行动迟缓无力吗 我一看我就知道 它热能不够了 那为什么还要检查呢 马上就要温敷了 结果你还要检查 那会出事的 因为检查还很多都是 伤害身体的检查 那这么危急 你还不知道要赶快处理 还在检查 哇那检查又耗费很多时间 跟体力金钱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而且你看 症的功能混乱 患者有时候要跟你讲 比如说大家拉肚子 那今天来 不是马上拉给你看 他如果不讲 我已经拉了好几次 你也不知道 对吧 但他一讲完你就知道 哦这个有可能塌处 也可能是患处 你心里就有个底了 是吧 但西医能不能检查出 你的功能混乱 你拉肚子 你没讲他看影像 知道吗 他也看不出来啊 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 要跟患者对话 中医也是要忘闻问切啊 忘 闻 听 问 要闻问啦 你不问 不闻 你就会知道 不可能的 那西医不是哦 他很笃定的 我看了影像 你应该是怎么样 你异常指数 你可能是什么 然后我就治疗 那那个这个 他真正能看到的面 变 真正看 从影像看到体内的 反而变怎么样 变少了 他的资讯变很少 然后就容易误判 反而症状 他是从多面向的 这样一观察出来 然后又可以分析到 他真正疾病的最源头 到底是开关引起的 还是电灯引起的 电灯本身 这个可以马上看到 体伤的位置了 也就是 到底是他处引起的 还是患处引起的 马上就可以知道 而且心里就有个点 如果再经过按推 那就更准了 那你看 马上就可以治疗 也可以诊断 而且都是在刹那间 那仪器呢 不是检查了很多 还未必检查出来 他也没办法检查出 他处来 或换处来 所以你看 本来是一个 好好的医学 经过 你们以为是 科技加进来 就会变好 不是 反而复杂了 而且很多 本来原有 可以从果推因的 反而推不到 可感可见了 他也不再听了 所以 这里后来 就会引起 很多的问题 最明显的 就是我刚刚讲 老病不分的问题 就会出现 好 我们继续看下去 其中 异常指数 如异常的血压 血糖 血脂 尿酸 癌指数 肝指数 肾指数 党固醇 异常形态 如 癌肿瘤 子宫肌瘤 纤维瘤 肠膝瘤 肠肠大 肾萎缩 脑萎缩 肝硬化 肺纤维化 心血管堵塞 脑梗塞 白内障 骨刺 骨头坏似 关节变形 脊椎侧弯 椎间盘突出 肃变 结识 寄生虫 事实上 通过仪器检查 发现异常 往往需 忍急哀饿 空腹进行 甚至还需忍受 像麻醉剂 内视镜 放射线 抽脊髓 抽血 穿刺 切片 所带来的不适与风险 殊不知 付出这么多代价 查出的异常 不仅不是疾病之因 也不是疾病本身 现今医疗中的一大误区 就是错认过 将衰老的异常 当成疾病之因 或疾病本身 而使病人变多 其实异常与疾病一样 皆有体伤 及热能不足所致 所以它是过 而非因 如果将异常 当成疾病之因 就会犯两种错误 首先是 疑症多因的错 即认为 一种病症 可由多种异常所致 比如痛症 可由肿瘤 骨刺 椎间盘突出 关节变形 结石 素变 高尿酸 高血糖等引起 但原始点 经临床实证确认 所有病症 皆由体伤直接导致 即体伤 这一种因 可导致多种 病症之果 例如 头部体伤 可导致 头痛 眼干 鼻色 耳鸣 牙痛 面码等 所有头面部病症 也就是 一阴多症 而非 一阵多阴 再说 一阵多阴 一己 一果多阴 也与理不通 正如 一个母亲阴 可生出 很多孩子果 而一个孩子果 不可能有很多 生生母亲阴 所以 认为 一种病症 可由多种 异常所致的 疑症多阴 本质上 是倒果为因 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是 果生果的错 即认为 一种异常 可导致 多种症状 比如 肝硬化 可导致腹水 食不下 肺纤维化 可导致 咳嗽气喘 糖尿病 可导致 皮肤溃烂 眼睛虾 高血压 可导致 头晕 脑中风 椎间盘突出 可导致腰痛 腿痛 肠吸肉 可导致腹胀便秘 癌肿瘤 可导致 倦怠 暴瘦 疼痛 甚至死亡 但异常 症状 可由不同 体伤所致 且两者 皆属果 其间 并无因果 关系 这道理 就像 症痛 不生 壮肿 壮肿 不生 症痛 一样 所以 果 是不可能 生果的 再说 要是果 可以生果 则如同 不需父母 孩子本身 就可生出 地魅来 一颗苹果 也可以生出 同一树上的 其他苹果 甚至香蕉 葡萄来 这岂不是 天下大乱 因此 认为 一种异常 可导致 各种症状 即一种果 可生出 多种果的 果生果的观点 本质上 也是导果为因 不能成立 好 我们 刚刚 这一路面下来 我稍微 做一个总结 你只要 检查出来 比如说 头痛 你检查出 一个 恶性脑流来 那 西医 本身 会 两种说法 第一个 你的头痛 是因为 恶性脑流 引起的 万一你 如果没有头痛 就单纯去检查 检查出恶性脑流 他也要治疗你 他说 这个恶性肿瘤 本身就是疾病 所以被检查出来的 他有两种解释 一个是 把它解释为 你如果有病症 他说是疾病的因 有没有 如果没有疾病 没有症状 他就会说 你检查出来的 本身就是疾病 好 那 第一个 我们要反驳的 先从 他这两者 我们去反驳 第一个 也就检查出来 他把它当成 疾病之因 那如果当成 疾病之因 就会犯了 两种错误 第一种错误 就是 一症多因的错 一个病症 比如一个痛症 就可以有很多 什么骨刺 肿瘤 尿酸 血糖 什么引起的 那这个不符合 因为 病症是果 哪有那么多的因 不可能的 以原始点 他就实证 应该是 一个因有问题 他会产生很多症状 比如我们头部 有底伤 就会导致怎么样 眼睛痛 眼睛酸涩 鼻塞 甚至颜面神经麻痹痛 还有头痛 头阴 整个头部 它可以产生 那么多的问题 只有一个阴而已 哪有可能是一个病症 刚好相反 要有很多阴 这个 我们已经实做出来 确定 这种理论是不对的 而且搞得很复杂 这样的理论会导致很多人怎么样 生了病就害怕 哎呀 因为背后有很多阴 那这些阴又要 仪器检查才知道 所以对自己就没有信心 你只要生了 任何的一个病症 你就怀疑东怀西 然后一定要去仪器检查 事实上都不用 你原始点按一按 很快很可能就好了 正多数 他处体伤 已经答案都给你们了 对吧 那所以第一个会犯的就是 一阵多阴的错 第二个果生果的错 什么叫果生果 就是比如 你检查出 肝硬化 那他就说 肝硬化 如果你有出现 附水啊 吃不下 他就是说 肝硬化导致的 那变肝硬化 就是一个阴啊 那问题来了 它本身就是果 怎么会是阴呢 但西医就是 做这样的解释 那我们来看 很多负水 根本肝硬化 也没有问题 也是会负水啊 到体力虚弱的时候 它就负水了啊 这个我们临床上 常常看到 那怎么能说 跟肝硬化有关呢 所以类似这样 然后比如说 仪器检查出来 异常指数 高血压 虚说 你中风 就是因为你 高血压引起 有没有这种说法 有啊 那表示 高血压可以导致 很多呢 头痛头晕啊 甚至脑中风啊 但果怎么会 引起另外的果 国与果之间 是没有因果关系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嘛 所以 我们已经举 之前就举了 症以状 可由不同体伤 所致 而二者皆属果 果与果之间 有没有因果关系 没有啊 同样 这些检查出来的 异常形态 跟疾病症状 也是可由不同体伤 所致啊 他们 彼此间都是果 果与果之间 不可能有因果关系的 这道理已经很清楚了 我这样讲 你们听得懂吗 所以 所以很明显的 它是导果为医 也是一样 所以这两种说法都不能成立 那这两种说法都把医学推向怎么样 完全的复杂 让大家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然后一生病 第一个 你第一个会想到 我生病 今天如果我头痛 我就会想 到底是脑流引起的 还是血管压迫 还是神经传导有问题 你就会想了很多 那你甚至是不是高血压引起的 那你就要怎么样 你就会第一个想去检查 那 再来 果生果的问题会导致你怎样 万一检查出来 西医说 如果你这个果没有处理 你将来会导致另外的果 比如你高血压没有处理 以后会导致脑中风 那你 所以你现在就要吃药 你现在检查出 血糖高 你就要控制 要不然你以后会怎么样 肢体会烂掉 甚至要节肢 甚至眼睛会瞎掉 那一般人 一听到果生果就会害怕 然后就由西医主导了 任由宰割 那这两个事实上是没有关系 就像刚刚下面的在问 他说血压高 他没有感觉 因为没有症也没有状 本来异常指数 就是这个现象 所以他本身就是一个果 一个讯号 比如说血压 如果说年纪大 他血压自然就高 因为老人家 跟年轻的血压 那个讯号 是不一样的 他是会变动的 变动是正常的 不是要治疗的异常 但是他们都把它当作病 在治疗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你 他有这两种 就变成人们就第一个 生病你要预期检查 这个就是一阵多阴的问题 到了果生果的时候 你被检查出异常来 他说这个你要治疗 你就会认油宰割了 因为你也 因为你无从解释 都是他们发化钱嘛 那我刚刚就讲 那血压 还有糖尿 这个 这些异常指数 什么时候才能治好 那本来就是人老的 老化的一个讯号嘛 是不需要治疗 那你要治疗 你除非变年轻回来嘛 那不可能嘛 如果不可能 你很难回来的啊 所以常常这样一控制 就一辈子了 也好不了 是这样来的 所以这两种都有问题 那这两种实证上 我们从症状的分析 就已经可以确定 那两者都是有 都是不能成立 因为既非症也非状嘛 前面已经讲 所以他跟疾病无关 他一定是属衰了 用这个来判断 是最准的 老跟病你没有办法区别 就唯有把症状 确定准确了之后 你再来分析 排除了这个 那其他的就是剩老了 排除了疾病所有的一切 剩下的就是老 那很明显嘛 这些都既非症也非状 当然就是老 所以我从这里 一路念异常 什么异常指数是什么 念了一大堆 还有异常形态 就是告诉你们 你们如果被检查出这些 跟疾病无关的 原来那么多事 跟疾病无关 那从前面讲 仪器检查什么才是疾病 组织受损才是疾病 好 那另外还有一种 刚刚检查出来 他不是把它当成疾病之一 就是疾病本身 好 那疾病本身也是一个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下面 异常不是疾病本身 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 身体衰老败坏程度 各个不同 即使同属一个年龄层 仍会有个体的差异 这些差异 无论如何努力改善 有些仍会超出正常标准 而被视为异常 但异常既不是疾病 症的不适感 功能紊乱 及体力虚弱 也不是壮的组织受损 故非疾病本身 正因为异常既不是疾病之因 也不是疾病本身 所以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 不能反映健康的真实状况 这就是常见身体有病 检查结果却正常 身体无病 检查结果却异常的原因 虽然透过改善体伤 及热能不足 能够因此改善异常 但医学要治疗的是疾病症状 而非衰老异常 明了此理 就不必想方设法 去追求仪器检查的 所谓人为正常标准 在诊疗上 西医与原始点的不同 尤其明显 比如患者视力减退 西医会先用仪器检查 最后 若认为是白内障 阻碍眼睛的运作功能 再有眼睛功能不能充分发挥 导致视力减退 西医就会采用手术 直接从果解症治疗白内障 原始点则完全不需仪器检查 直接从阴按推头部原始痛点 若有改善 此视力减退 属他处体伤所致 若无改善 则此视力减退 属患处体伤所致 可用温浆汤清洗眼睛 以改善热能不足 间接修复患处体伤 疗愈病症 由此可见 西医是以仪器检查结果 作为主要诊疗对象 故从果治病 不仅需要仪器检查 还要治疗异常 原始点是以症状 作为诊疗对象 故从因治病 既不需仪器检查 也不用处理异常 此为两者最大的差异 好 这里进一步开始谈了 这两个医学 毕竟我们日常都会去碰到 它从思路上 一开始就怎么样 不一样 从诊断开始就不一样 到最后的治疗方向 当然也是不一样 那我们还是 先放一个白内障案例 给大家洗眼睛的案例 给大家看 白内障案例 在2015年的时候 我的眼睛就开始蒙了 已经分不清黑跟蓝色 看电视机很刺眼 连人像都分不清了 到2016年的时候 我就去换眼镜 检验眼镜的朋友 就告诉我 我的眼睛已经80%展白膜了 过后我在YouTube那边 找眼睛的案例 我就看到有一个案例 是用姜汤洗到眼睛好的 我就尝试用淡姜汤 用棉花来洗眼睛 洗一天洗很多次 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我就改用浓姜汤 一天滴三四次 晚上滴三四次 滴三个月过后滴下去 那白膜就会好像 白沙那边在外面了 然后晚上滴的 早上起来 我用那个淡姜汤来洗眼睛 不要太冷 可是要温温 就是这样啊 把眼睛 我的眼睛在里面转 眼球转 我这样会被辣 现在不会辣 以前会 反而眼皮是辣的 眼球就不辣了 它就不辣了 它很舒服 白沫都出来了 滴浆汤下去浓浓的 白沫很快就融化 滴下去的时候 很刺眼睛盖住 等眼泪流出来 是黏黏的 那个黏黏就是白沫 融化的 然后温敷 温到眼泪流出来 也是黏黏 黑就是白沫咯 白沫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你还看得到 白沫出来的时候 眼睛会更萌 黑眼就给那个白沫盖住 你看东西 萌萌白白的 一定要一直在滴 滴到那个白沫干净 眼睛才会亮 有一个朋友在亚加达的 他滴到白沫好了 连他的近视眼睛都不用带了 那个是真的 每天我用原始点调我的身体 就是每天早上打八段井 过后我就喝姜汤 我的姜汤开始是两L的水 煮成一半 煮两次 每天喝姜 没有喝百盖水 就是喝姜而已 如果有觉得不舒服 我就有 头不舒服 我就头部原始点 然后如果我觉得 整身很弱 我就整身的原始点 菲文症案例 婆婆今年八十岁 身体健康性格开朗 2018年九月的一天中午 我发现她经常在眼前抓东西 我问她抓什么 她说时常有只苍蝇在眼前飞 我说没有苍蝇那是菲文症 你用姜汤洗眼试试 因为自从我学习了原始点 我就让婆婆每天喝淡姜汤做保健 婆婆很听话 开始用洗眼杯温姜汤洗眼睛 每天早午晚各一次 平日温热性清淡饮食 运动每天不少于两小时 主要是拜佛散布保健操 大约二十天 菲文症没有了 到现在半年多了 没有再出现过 我是这样洗眼睛的 上下大眼睛十次 左转十次 右转十次 开始洗很辣 后来就不那么辣了 我每天洗大测 大约二十天 菲文症就没有了 这方法太好了 愿意把这个案例分享给大家 希望更多人受益 感恩原始点 感恩张医师 这样的案例会越来越多 但用的成本非常低 那好处是完全没有后遗症 没有副作用 不会担心白肋胀 手术失败的问题 好 那就可以看出两者 他的简易 还有整个的体系 确实是相依太大 那如果是他看不清楚 如果是他处体消 一按马上就知道了 按了就马上可以改善 按了没有改善就知道 就是患处体消的问题 那患处就是把热炎直接送到患处 那送到眼睛是最直接的 比这里温敷啊 头部温敷 都还要好 因为这些都还是属他处 那你看原始点 他马上按了就知道结果 这是由他处引起还是患处引起 那采取的方式就很 立刻就有自己的一套 根本不经过要反复的判断 然后思维都不需要 大概都很直接 就是教你们 哎 遇到了应该怎么样 然后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就这样而已 好 那所以这两个 最大的不一样 我们也提出来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 此外 西医认为果可以生果 即异常的果可导致病症的果 所以为了解决病症 必须治疗异常 但衰老的异常 既非疾病之因 也非疾病本身 因此并非治疗对象 只有当其中异常形态 以白内障为例的果 以造成患处体伤 阻碍眼睛功能的因 再由患处体伤 眼睛功能受阻的因 导致病症 视力减退的果 在这样的情形下 西医才能从果解症 治疗此异常形态 白内障 这里有必要再多几句话 这个很明显的 西医认为异常 也就是那个白内障是因 所以它导致眼睛看不清楚 对吧 它是这样认为的 那白内障是果还是因 因是看不到的 那果怎么会生果 果是不可能生果 我们全面再三表态 绝对不是 所以从眼起点也看得出来 它的眼睛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啊 就像它前面 你看不到门外 是因为有门啊 把你挡住了 对不对 你眼睛是没有问题的 那你只要门一开 我就可以看到外面了 是吧 所以门绝对不是 你眼睛看不清楚的原因 因为你眼睛 本来就没有毛病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但是它那一层白内障 把你障住了 如果它没有大到 足以把你的视力障住 你的视力就不会减退 就不会产生这些问题 那西医就是从果解症 简单讲 因为白内障是果嘛 所以它直接怎么样 把白内障割除了 它也不管你体质 所以它是从果 从果去处理 那白内障 如果它没有障碍 它就不需要处理啊 它有障碍 那西医处理 我们就没话说 那但是不能说 白内障是疾病之因 它还是果啊 怎么能说是因呢 它只是障碍住 然后让你的 体组织器官没办法正常运作 达到你看到 对那么要看到的对象 如此而已啊 所以它是果 障碍了眼睛的因 再有眼睛 因为被障碍住 所以才看不清楚 对吧 但眼睛本身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那这时候西医从果解释 所以他们会去检查 哎呀白内障是怎么样 障碍了 然后就开始 但是动刀子 毕竟风险就大 那所以我们说 西医的很多理论 它认为检查出来是疾病之因 绝对是果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他们把它简化 果影响到因 也就障碍住眼睛了 然后再由障碍的眼睛看不清楚 我这样讲你们理解吧 果影响到因 然后再由因造成看不清楚 是这样来的 那原始点呢很简单 还是从因下果 因为它障碍的因嘛 体伤的正常因素 那你给它热源 那身体就可以自我怎么样 修复 那自我修复 哎 它就恢复到 那那个该去除掉的 该排除掉的 身体本身就有这种能力 去排除掉 那你们会问 那为什么它会生出来 越来越严重 因为你没有给它热源 所以身体不是不能修复 但你要给它对的东西 问题我们从来没有想要 给它对的东西 当它眼睛看不清楚 你会想给它喂姜汤喝吗 给眼睛喂姜汤吗 应该没有人会想到 只有想喂它眼药水 那问题眼药水又是含粮啊 它根本好不了的 它稀没有热人的这个概念 那一个含一个热 这个差异的最后的结果 差异很大 就像脚肿用冰肤跟温肤 那绝对是最后的结果 是绝对不一样 好 那这样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说的因根本不是因 所以我们才说 它是从果致病 那原始点是从因致病 那从因致病就是 相信你身体的体质 体 身体的运转功能 然后还有那个热能 你只要补充它 它就能修复 那从果致病就是 你不要考虑体质 反正有了 有门让你看不清楚 我就把门打破 你的脚趾头黑掉了 我就把你的脚砍掉 膝盖砍掉了 那你就好了 它就是用破坏性 一路就是破坏 就是从果 它不考虑 身体本来就有自我修复 所以我们早上放的黑脚阿嬷 它也是给它热源 我们给它热源之后 它自我就修复好了 最后好的情因也不用截肢 所以这个就是两者 最大的差 一个相信 自体的自愈力免疫力 一个怎么样 不相信自己人好 所以它一定是用破坏 破坏性来解决你的问题 那小者是像白内障那种 比较小的手术 那如果是体内的呢 那你就要冒很大的危险 所以我们这里说 它这里有一个 西医常常把检查出来 当疾病之音 绝对不是疾病之音 所以我们说 这些异常形态 本来是不需要治疗 就像白内障也 如果它没有眨住眼睛 也不需要治疗 只有一个 状况它才需要治疗 当这个异常形态 障碍住 障碍住你的眼睛的时候 或是体内也是一样 当这个异常形态 已经障碍住你的 患处体伤的时候 让你的组织器官 没办法运作的时候 这时候才要处理 平常它绝对没有症状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它才会有症状 那也就是有 即便有异常形态 原始点 要不要去处理异常 也没有啊 我们白内障不是要 处理它那个 那个白内障那一层膜啊 我们是给它还是怎么样 温敷 让身体自我怎么样 去修复 原始点 从一开始就是认为 就是身体它自己就会 你不用再去用什么刀子 或是用什么 然后把薄膜慢慢刮除 都不需要 它身体就 它就有人力 然后它除到很干净的时候 比手术可能都还要好 因为身体 它知道它怎么处理 然后它也没有后遗症 这是特别的不一样 好 那我们也放案例给你们看 所以在这里 我们还是再三强调 只有在这种异常形态 造成患处体伤 再由患处体伤导致病症 这时候才要处理异常形态 唯一能处理的 就只有这个状态 其他的异常形态 通通不需要处理 我这样讲你们理解了吗 所以这里用白内障为理 异常形态就像白内障 那你造成患处体伤 就是它障碍了眼睛功能了 然后再由眼睛功能受阻的情况下 就是它已经患处把它运砖失调了 好 然后导致视力减退 也不是说它失调了 是因为被障碍住 它功能都没有丧失 那身体自然就会处理 好 那这里我们应该 这样大家听得懂吗 听懂几首我看一下 好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由此可知 果虽然可以影响因 但只有因才能生果 果是不可能生果的 此意味着 只要因改善了 果也能够因此获得改善 这就是从因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虽然不治疗异常 但也能够因此改善异常的原因 再从诊疗的角度深入分析 有疾病必有症状 因此判断生病与否 甚至老病区别 皆应取决于症状之有无 由于症状可感可见 所以通过观察症状 不仅可判断生病与否 还可从果推因 从因治病 这正是中医与原始点 将症状作为诊疗对象的原因 好 这里等于做一个总结了 我们一开始讲 从一开始 原始点也好 中医也好 都是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那为什么是要以这个为诊疗对象 这里提出来 因为你有疾病 疾病是一个抽象 那具体在身上发生的 发生的就是什么 症状 所以你要看你有没有生病 根本不需要仪器检查嘛 就看看你有没有症状而已嘛 所以生病与否取决于症状之有无 甚至我们早上也提到 老病的分辨 也是取决于怎么样 症状之有无喔 如果你看身体的变化 如果没有症也没有状 那这个就叫什么 衰老 所以还是排除了疾病的症状 你就可以确定 这样身体的变化 一定就是衰老 所以你看判断 老病都要取决于症状 所以症状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那你看中医几千年来 我告诉各位 他就是在处理症状 没有其他 中医就只有两个字 处理症状 那好 为什么他认过这样 因为症状可感可见 所以中医就发展四整心法 望闻问街 然后再来进一步 辨证八纲 或是怎样种种的 理论就出来了 就是未来从果推因 所以才要去变体质啊 变寒热 变虚实 变阴阳 就是从这里来的 从果去推因 才能达到 所以可以从果 还不仅可以判断生病与否 还可以怎么样 从果推因 从因治病 把体质改善了 病就会好 这也是中医提的 那原始点更是这样 绝对是完全走这一条路 这就是中医跟原始点 为什么以症状作为整条对象 因为也可以判断啊 作为诊断生病与否也可以啊 就像你们要不要健康检查 你们患者本身就可以了 我们就是让患者怎么样 自己觉得自己有判断能力 让患者有自信心 那这种心态是健康的 不是像西医是给大家怎么样 你的健康与否 一定要我仪器检查 那你的健康等于掌握在人家手里啊 然后遇到了疾病 你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样 也只能听他们的研究报告 检查报告 如此而已 那这里不是啊 你可以从果推因啊 很快看清真相 然后就直接从因下手了 完全是直接的 这就是原始点跟中医的 中医原始点跟西医 最大的不一样 好 那我们进一步 再来总结西医的一些方法